这个水潭在拱溪静溪市的零碗村 位于中越边境 当地人叫它零碗水潭 每大夏天 这里是当地年轻人的游乐场 村里跳水运动员的培训基地 在当地如果不敢在这里跳水 在村里绝对找不到女朋友 大鱼这个水潭有多深 至今还是个迷 也不知道水从何来流向何处 要跳下来 我来个猪跑 村民看到我们 过来给我们讲水潭的故事 另外水潭是群村人的饮用水 夏天有人在里面游泳 还有人在这里跳水 当然也有人下去被捕拉上来的 水潭里的水从它济湿起 从来没干过 水从哪里来 流到哪里去 他们都不知道 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有二十多米生 是个 二十多米生是吧 是啊 你们怎么知道 你们怎么知道 那个 我的钓鱼啊 那个要个 哪里 就 这样下去啊 哦 钓鱼 钓鱼 测出来了 鱼线释出来了 嗯 王浩在准备水下无人机 现在用水下无人机 探索这个淋湾水潭 看看它到底有多深 也得点 开启飞行模式 怎么涮里面岩壁下去了 无人机请到水下了 看起来很吓得人 这下面有金矿 嗯 哦 金钢闪闪闪 金钢闪闪 嗯 好多小鱼 嗯 这鱼好漂亮 油 哥 你也有 这小鱼 这好多啊 哇 去 鱼群 哎哟 这个鱼真多 现在是蚵蜜的生动 16米 这像一个树井样的 这像一个树井 这次我们来知道 我们来拍一些 在这下一个树井 这下一个树井 而它是蒸汤井 这个树井 是蒸汤 粉糖 是蒸汤ículos 二十米 最近高度下降 二十八米 比刚才升了 这什么 这庚经纬好像是 像自行车一样 这谁的自行车 这谁的自行车一样 现在这只行车 另外一张车 这里有 这些是 这些车 complicated 这些车 这个车 你看起来 这些车 都被自行车 有鱼 轻到穴 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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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轻到鱼 你不要再打 我的鱼 我都就是 你看起来 有鱼 又装 这水也烂了 这里也是个深海的环境 这是个植栋 这地方感觉也见不出了 这地方感觉很远 这地方感觉很远 差了九米 三十米了 不主要是鱼生吧 又有鱼 你看 这种小甲子里 很多金像包样 你看 又有鱼 这金像包的深度挺深的 这又有鱼 这不是金像包 好多 你看 好多条 大鱼 有鱼 很多鱼 一群鱼 一群鱼 这好像也是个坑 这里可以继续下 你看 这里是个深坑 深坑 然后 往往往下降 三十一米了 三十一米了 现在有 三十一米了 有鱼 一群一群的 一小 大的 大的 大小的鱼 又有一群 你看 三十一米了 三十一米了 这上面像是金子一米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抱歉金框了 这鱼不白嘛 你看 这鱼有点大 有鱼啊 有鱼啊 有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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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金像吗 嗯 还有下鱼吗 还可以下 还可以下 这里面是个洞 嗯 看 看洞里面了 这灯开我了 让我上了门了 最多下到三十一米米 水温二十米九度 咱们把无人机给收回来 哈哈哈哈 当地人看着了 哈哈哈哈 好 成功收回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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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面鱼还挺多的 对 哈哈哈哈 上面鱼还挺多 这次咱们用无人机拍到的鱼最多 水下无人机 哈哈哈哈 呜 呜 呜 算了和当地人喝个饮 我要开这无人机下去找水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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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